大学女老师非法交易 月入30万被抓 这是个真事 前不久 浙江嘉兴某大学一个女老师 在学校从事招生工作 可谁知道 突然有一天就被抓了 原因是她被人举报卖颜 后经警方调查才发现 她不仅自己干 而且还拉着一群女大学生干 而且干的还挺大 警察就好奇 大学老师不相吗 为啥还要干这个呢 据她说 主要是因为收益太高了 没忍住 安武这种商业模式 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接十八单 一天就可以赚两三千块 不夸张的说 靠这个一年买了房 还买了这奥迪车 月收入高达三十万 这个确实蓝千块 不愧写在刑法里 但刑法359条 引诱容流介绍他人卖预的 五年以下 情节严重的五年以上 依据相关司法解释呢 只要非法获利五万以上 就属于情节严重了 五年以上 是不是 会赚钱 不要紧 但是不能违法 违法就只能进去吃大蓝牢饭 对于这样的老师 你们怎么看呢